我這邊示範一下怎麼樣從Inspire 2 取出它裡面的飛影資料 還有飛影紀錄去運用在那個三軸陀螺儀的動作的一些曲線顯示 那首先我們先下載在它的官網裡面先下載 消費專業及產品裡面的Inspire 2 然後我們點選下載這個部分 那我們就把它往下移 我們需要用到這個軟體 1.2.4版本 那我們把它下載安裝完了以後 它就會出現像這樣的圖示 那我們就把它點進去 點進去以後我們這邊它就會要求你登入帳號密碼 就給它一個Email然後還有一個密碼這樣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準備這兩條這條線 USB轉USB 那我們再開啟這個Inspire 2這邊 可以看一下有一個手機還有一個電腦 我們記得要把開關往下搬 往下搬就是連結電腦 那我們現在把這邊插上去 好這邊電源要開機 好這邊開機 然後這邊我們就把它接上我們的電腦的USB插口 好那再接上去的時候 就要看一下它的這一個 連結的這一個插頭就會動作齁 那就我們組到這一台 好這邊有一個Woo 2 好就是這一台了 好點進去 好這邊就會出現有幾個選項 那我們會用到飛行數據這個部分 那剛開始先讓它連上 它這邊再跑 連上以後我們就先不用管它 所有的都按忽略 好那記得喔電腦的版本啊 基本上要Win10 Win10才可以讀得到 好那我們現在把它按一下飛行數據 點一下 好它就會出現這一個 那我們就按 確定 好確定以後等一下它就會開啟它裡面的所有紀錄齁 這邊 這些都可以 這個我們也可以單獨 摳一個出來 好 為什麼我們等一下再說 我們按複製 把它貼到這個地方 好 我這 已經貼了一個了 好 那 為什麼要這樣做 等一下我們再講 好 好那我們現在 點進去 好它就開啟這個部分 這個畫框 好那沒關係我們先把它移下來一點 那我們這邊把它按打開Data View 打開Data View以後這個部分才可以去看得到 好我們把它點進去 點進去以後它就會出現 這樣這一個部分 好各位看一下喔 這個部分它叫 看一下它這個圖形 你看這個DV的這個部分 好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工具軟體 好 那我們就把它點進去這個 資料夾 好 我們剛剛讀到這個 DZI裡面的就是F5 F5的話 我們就可以依據我們的日期 還有時間 去看我們的飛行的 那個 紀錄是在哪一天的 哪一個時間的 所以你這樣就可以去導入和導出去看 譬如說我們隨便點一下這樣子 好這一天的 它就會去做導入的動作 但是從這裡看記得喔 它必須是要連上機子的時候才可以用 好那 有時候會比較不方便 如果說 要做 飛行器 它正在 哪個人要出去飛行 沒辦法留下來去做數據導出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有一個方法可以做 那我們這邊 好我們資料導進去以後 這邊就會開啟這個部分 好 基本上 三軸 陀螺儀 三軸 加速計 角速計 加速計 這邊都會在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隨便點選一個 X軸 XYZ 我們把它點X軸 Y軸 加Z軸 基本上它就會在這個地方出現 我們放大縮小 然後去做位移 好 用手抓都可以 好 這樣的數據就會比較大 在這個地方 用手資料 往這邊去抓 那 角速度計也可以開啟 X軸 Y軸 好 那我們去放大縮小 就可以去看它 比較精準的值 因為旁邊的刻度也會跟著去做 做改變 好 那這個部分是要在機子上面 那如果今天我們飛行器 不在咧 那可是我要繼續去判讀這個部分 怎麼做 沒關係 我們先把它關掉 好 我們把這個關掉 好 退出 好 那我們先把飛行器關掉 好 數據線也拔掉 好 好 基本上這樣已經沒有 沒有連上了 好 那我們這邊 各位我們就去看一下 好 assistant 2這個軟體 已經 摳在我們這個電腦裡面了 那我們就去開啟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 檔案夾 好 看一下 我們把它點進去 好 那我們在 裡面 磁碟機的資料裡面 按一下 好 我們在這個部分 本機磁碟裡面 點進去 裡面 DJI的 Production 這個地方 Productor 裡面就會有一個 DJI Assistant Tool DJI Assistant Tool 裡面再點這個 assistant 好 點進去以後 基本上 你就可以看到 有一個叫做 View這個檔案 這邊這個 這個 好 那我們就把它去做一個 傳送 我們就去把傳送界定解禁 好 建完了以後 OK 那我們就可以去做 好 我們在桌子上 桌面上我已經做好了 好 那我就直接點選 那當然你要先把那個資料 摳出來 你可以把全部Folder先摳出來 好 譬如說我把它點進去 你們我現在沒有連結 也可以開啟 開啟這個軟體 好 那我再去 這個部分 資料夾這個地方 點進去 好 我再進去桌面 因為剛剛我把它 貼在桌面上 點進去以後 它就會出現這兩個檔案 那就是你看你 幾點幾分的 哪一天的 就是用這個 我們把它點進去以後 它就可以直接讀取了 那我們直接按 好 X軸 Y軸 Z軸 腳加速度 這個 這個 好 那一樣喔 這樣我們就可以去做讀取 然後用這一個手套去抓取 這個值的大小 好 這樣就可以去做了 所以說 不用再經過 我們直接連結在機子上面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方法 好 以上介紹到這邊 謝謝